嗨 歡迎回來 回來了沒 讓大家久等了 對久等了 因為我們剛剛設定有一些問題 沒關係 加倍送 為了跟大家賠罪我們加倍送 你真的人很好欸 我真的人很好 對啊 而且可以來我家住一晚 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走 跟我睡 我都聊了 想要對不對 大家不要來 好啦 我們剛剛聊到的是老師家 就是看出去的view 對 然後我們再繼續看 繼續開箱好不好 繼續開箱 我想看一下這裡 因為我覺得老師就是把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都收在櫃子裡 因為我不喜歡有任何的東西 出現在外面 所以我全部都是內坎式的 那 這裡是哪裡 冰箱在 這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哇 冰箱很整齊 你家冰箱好乾淨 而且我很喜歡買收納盒 對啊 我剛才我是收納達人 真的 你連食物都可以收納這麼好 對 你看我都收納得非常好 一定要有盒子裝 一定要有盒子裝 這便當盒也太好看了吧 不鏽鋼的 不鏽鋼很推 欸 我幹嘛要介紹便當盒 之後如果要那個不鏽 那個 家務的業配都可以找我 對啊 好好看喔 欸你猜我家後陽台在哪 我們最後解答好不好 我家後陽台在哪 我來找一下 你們猜我 欸大家猜一下我家後陽台在哪裡 那這個要怎麼開 這個喔 你看我都不敢摸太白了 這個就是這樣開 但裡面不用看 裡面就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 好空 對就是很空 畢竟我才辦兩個月嘛 那這個真的可以用嗎 這真的可以用 然後這是很厲害的蒸烤爐 對我買這台我覺得真的是 雖然它真的滿貴的 但是你為什麼要把飯鍋放在烤箱裡 對 合理嗎 合理嗎 這不是烤箱 這不是烤箱 這個是你放裡面它的蒸氣會排出來 這是專門放電器 這是電器櫃 天啊好熟喔 這不是烤箱 我道歉 這不是烤箱 所以你放裡面煮飯的時候 你就把它關起來 是不是非常就是 也不會有電鍋在外面 不會有那些很 我不喜歡有生活感的東西放在外面 而且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是對居家收納 或者是裝潢有認識的人 你知道那個蒸氣啊 其實是會破壞你的家的壁廚 會 會 會 而且電鍋放外面也不好看 對啊 好 欸你真的有在做 我真的有在做菜 我真的有在做菜啊 你看這些 然後都那麼乾淨 真的啊 然後還把這些那個蔬菜啊 然後什麼擺這種 而且你看我都吃得很健康 真的 所以我沒有什麼 醉肉是不是 你要說什麼 我沒有 我沒有 欸你幹嘛踢翻我家狗的飯啊 是不是很沒有愛吃 欸等一下他們會生氣喔 你幹嘛 你這家地雷 對啊 對 然後我家就沒有明火 因為我媽有點年紀了嘛 什麼意思 我媽有點年紀 我怕明火他把我家燒了 所以我就用這種愛情爐 對這個是我特別設計的 喔 你看這裡 沒有什麼好看的 它就是一個側有眼睛 請問一下你要看什麼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別地方啦 我覺得什麼都想要開一下 要不要參觀一下我家的那個玻璃屋 好美喔 對這裡就是玻璃屋 這裡就是給客人休息的地方 真的 對 這邊可以跟你睡耶 這本來是一間房間 後來我把它打掉 然後就是 就是當作可以休息 對客人可以在這邊休息 小朋友可以在這邊玩 然後把門關起來 不管他們怎麼吵 我都聽不到 然後可是我們還可以看得到他們 對很安全 那我可以帶我兒子來嗎 你可以帶你兒子來啊 沒問題 然後你還可以做按摩椅 真的欸 對一次收費一千塊 太貴 欸這台按摩椅很厲害 好來 欸快點我要給你看一下 這個是真的 真的 愛 愛瑪士 我朋友送我的 還有一個 它還有一個坦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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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都人家送的啦 我自己是不會買這種奢侈品 這真的都是人家送 它有一個坦坦 哇好舒服喔 對是愛瑪士的 對 對啊 好美喔 你知道我自己不會買 所以就把人家送拿出來這邊 假掰一下 這也太假掰了吧 這個 這個MAC 他們送的 對啊 我覺得好可愛喔 我捨不得丟掉 真的 就很適合放在家裡面很美 你看我做的帽式 也很會耶 對 這會跟我今天很搭 對我之前去上那個帽式課 對 我好配合喔 那這裡面是什麼 這裡面 這裡面是 呃 我公關品真的很多 對啊 但是我會帶回來放在這個 放在這個櫃子裡面 都是我自己要用的 還有我自己想要用的 然後我喜歡的東西 欸各位朋友們 你趕快回來看我們直播的人 記得要把 我要送的東西在裡面喔 對把直播分享出去 然後裏演好不好 來喔 來喔 快點 哇 好可愛喔 很可愛對不對 對啊 欸我這樣會不會打到鏡頭 欸我跟妳講 這邊都是我捨不得送的 然後我自己想要留著用的 真的 因為有些公關品真的多到 其實我都 嗯 用不完 用不完然後能送就送 因為畢竟都有保存期限 那這些就是妳的囤貨區啦 但是我要特別 對 我的 有一些很可愛的東西 欸妳知道這個嗎 欸這好可愛 很可愛嗎 這是 給妳吃妳吃妳吃 妳看這個 是那個Edge House他們的那個 跟那個 賀喜聯名的 嗯 妳猜它是什麼 我看到它眼彩盤 哈哈哈哈 欸誰要吃 所以妳這要吃嗎 我猜給妳吃 超可愛的對不對 好可愛欸 他們就是很喜歡這種聯名的 這種東西啊 對啊 妳知道這個我都捨不得送 好可愛喔 對這我都 對是眼影 妳看 好可愛 我都捨不得送 這個是純蜜 純蜜 對這個是純蜜 這真的是捨不得送 妳真的是美到捨不得看 妳看這個Paul and Jo這個 對啊 這超美的 這個我打死不會送人 那裡面是什麼 這裡面就是那個 氣墊嗎 呃粉餅 粉餅那些的 對 哇那個也是啊 這個也是啊 這個是他們家的那個啊 什麼他們有沒有就是 他們都會出這個 幾週年送的這個 欸好賺錢的 有膠膜 這不是送啦 這就是也是要買啦 好 對就是很漂亮 好美喔 很美啊 但是我要跟大家大力推薦 我最近很愛用的 一個 我發現了 素顏霜 對啊 未來美他們家的 氣墊霜嗎 順版 氣墊霜 順版也沒太多的吧 沒有 因為我幫朋友買 然後因為我還要買來送人 因為他們家說真的 我覺得好用 也不貴 而且因為我之前有直播過他們家的那個 氣墊面膜 對 超 好用 超好用 真的很好用 而且他們家包裝極美 對 真的極美 等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我會教大家怎麼用 然後這是我今天要送給大家 其實我本來就是 想要送 一個 一個啦 這麼小氣 但因為我們剛剛就是給大家斷線了 我想大家應該會有點生氣 所以我們 多送 多一個 多兩個 多兩個 多兩個等於送三個好不好 人好好喔 對啊 等一下我會教大家怎麼用 超厲害 千萬不要走 尤其如果你是一個懶惰鬼 再加上你的 膚質狀況 如果不是很好的人 再加上你跟我一樣很愛賴床的人 或者是就是像我一樣有孩子有的時候真的來不及出門 我沒有孩子我也是 每天趕捷運 欸我現在都坐捷運喔 你現在都坐捷運 我都坐捷運 所以我每天都必須要穿運動鞋 因為我要走到捷運站 然後就是一直轉車一直不斷的轉車 這裡走到捷運站大概十幾分鐘 六分鐘 你走這麼快 六分鐘 好這也是好不好 那我們趕快走 那你的房間在 我的房間在 這也是客浴可以看一下 客浴 也很美你看 很美照一下 沒死了 對然後這邊是我的房間 來來來 攝影師有沒有跟上 攝影師 攝影師你這樣 你被廁所迷惑是不是 他掉進去 對這也是我的房間 來來來 欸我想特別看一下這個 對 這個桌子 好美喔 我第一眼就看到 因為我剛才我找化妝桌找了好久 這是化妝桌 化妝桌 它也可以當書桌 但因為我找桌子真的找很久 台灣真的很難找到美的東西 對 但我後來在一家家具店 就是找到這張桌子 是不是超美 超美 我家大部分的家具 大型家具都是他們家的 我剛剛打開以為裡面就白了 你看它 對啊 沒死了 這捨不得用欸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沒有 我後來覺得我買這張桌子幹嘛 因為我都在廁所 我都在廁所 刷牙洗臉化妝 等一下我們再看廁所 化妝 你們看 你們看 有誰家的衣櫃居然是透明的 很誇張欸 對 但我衣服真的塞得有點多 其實這個燈還滿亮的 對啊 而且你看 欸 我要介紹一下 這一區是我的繡服區 天啊 是繡服欸 你可以穿這個去時裝粥欸 對啊 你看 好美喔 一整套的繡服 天啊 不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要去參加活動什麼的嘛 什麼活動會需要穿這個 就是有些活動 時裝粥 對啊 有些活動你要穿得比較誇張一點啊 這個這個這個 欸 這套很美欸 這套 哇塞 這套真的很美欸 配對欸 苦難欸 幫我準備領結 我應該是 我少了一個領結 對啊 好好看喔 對啊 欸 去 要不要去看一下我的那個 我不要 我想要先看一下包包 不要再看 我怕你翻到我的內衣褲 我的內衣褲真的是 我可以翻這裡嗎 可以 你可以翻 但是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看的 怎麼會 我們之前就介紹過包包啦 欸 你這個也很美欸 很帥啊 很帥欸 我就喜歡帥氣的東西 所以你知道我其實我剛才穿這套衣服 我照鏡子我一直覺得我男扮女裝 真的 我們兩個就是我們兩個今天風格互換 應該要對調才對 但是你的衣服我穿一下 這應該才是我的衣服吧 對 你看包包 好啦 你一直不想讓我們看 包包沒有什麼好看 因為包包之前有介紹過 而且我包包我其實我真的不常買 就是你還好 我對這種東西其實還好 但你知道我們的工作其實有時候真的必須要 拿一下 對 必須要拿一下 好好看喔 這個很美 這個超美的 這個也是很難買 對啊 我在巴黎買的 這個Walk對不對 對啊 我不知道欸 其實我不太懂名牌 因為我真的沒有在研究名牌 我就是看到喜歡我就買 對 那裡面那個可以看嗎 裡面那個可以啊 再看一個 再看一個 對啊 這個有什麼好看 這個之前都看過啦 哪有 我沒看過啊 這個 這個是什麼我也不知道欸 這本來還是LV有沒有 這個 這個啦 那個三行紋的 這個 這也是我在巴黎買 這個跟那個是 就是一起買的 對 這個妳的鋪魚好像比較大欸 我喜歡買大的 對啊 因為我不是那種嬌小的女生 對 然後它的鋪魚鏈條也比別人粗 對…我喜歡這種 而且還可以 對 如果萬一碰到搶肥的時候 不會有搶肥敢 恭喜你 你根本就是來破壞我家的啊 哈姐我們可以進行下一區了沒 來弄亂的 弄亂 弄亂 欸你們是第一個來拍我家的人欸 對啊 而且你們家真的 我剛剛就說了 只要強迫症的人 才敢用透明的衣櫃 對啊 欸 這裡也好美喔 看一下妳給攝影師照一下 妳看我是不是很會收納 妳真的很厲害欸 妳看妳看妳看 妳看我多會收納 妳看這些其實都是公關品的盒子 都是客戶 都是客戶給 妳看 妳看我是不是非常的會收納 對啊 那是放耳環的地方 放耳環小項鍊 就不會才被丟在一起 全部糾結在一起 對啊 妳看 這是Bobbi Brown他們送的 送給彩妝師的盒子 妳看 我拿來放手錶 妳看 是不是 好好看喔 妳看 這是Dior Dior送的 Dior 那那個呢 LB那個盒子 這通常都是放皮夾 而且這種東西 盒子說真的 有時候妳看 像這種 妳有時候買名牌這些盒子 說真的很佔空間 然後其實又捨不得丟掉 對 因為它質感很好 妳看我就可以拿來這邊利用 收納啊 對 然後也漂亮 對 這種盒子啊 妳放在外面就很醜 對 但是妳把它放在那個精品盒子裡面 就很好看 對 擺起來就美啊 好會喔 對 就是要很美啊 而且我想介紹一下 我就是我個人 妳不要看我這個樣子 其實我很愛八四光年的 對啊 怎麼那麼可愛啊 還有我的四面佛 拜一下 拜一下 而且妳的四面佛好小喔 因為這是戴在身上的項鍊 只是我把它就是 供在這裡 供在這裡 對 跟我的八四光年 都是我的最愛在一起 真的耶 對 而且妳看老師的飾品 妳看那個Chanel啊 然後Balenchaga啊 就是收得很好 對 妳去哪裡找這種 就是掛在上面的 沒有 這個是那個APM 那時候我買他們送的 真的喔 對 就是妳買多少錢 他就送一個這個盒子 這盒子很棒耶 我非常喜歡APM家的飾品 我也很喜歡 我好多APM家的飾品 對啊 因為他們家的東西都可以 我超愛 然後又滿個性的 對 滿個性的 欸 看一下看一下我家的車 欸 剛好現在有點陽光耶 滿美的 欸 怎麼你們一來 整個陽光就出現了 對 這也很漂亮耶 欸 看一下看一下 那老師的保養貴 我的保養貴 我的保養貴 欸 我跟妳講 我真的我接的工作 有時候算是業配 但我真的都會用 而且我真的都有在用 而且我個人很喜歡 像這種安平類的東西 對 而且老師喜歡 就會留下來用 安平 然後像這種有沒有 安平類 然後像這種膠囊 濃縮的 因為我剛才我這個人就是吃重鹹 妳喜歡極效也不用 我喜歡極效 然後很快速 對 我喜歡極效快速 所以 瞬間 我連化妝也是 對 再加化妝也是 真的假的 對 化妝也是 那這邊的 妳平常在這化妝 我平常都在這保養 有沒有 所以要洗臉 洗澡 保養 其實我在這邊做很多事 後來想我買那張桌子幹嘛 因為我連化妝我都在這裡化 妳那張桌子其實是邊桌 它只是一個假白的桌子 對 欸 那這邊呢 這邊妳就是在那邊化嗎 雖然我是一個化妝師 但妳會發現其實我工作的東西爆多 但我化我自己的東西很少 超級簡單 因為其實我不太化濃妝 對啊 其實我都化很簡單 而且因為我超愛賴床 所以我的東西其實都是 可以非常速效 對啊 非常速效 然後這個就是 你看 妳看 我告訴妳 我連白髮都有那個 你看 來不及了 打 打開就可以 好快喔 來不及了 我告訴妳 妳放這一面還不行喔 妳一定要這一面 倒下來 打開來試試看 因為放在那邊就會打開 我告訴妳 這些我都計算過的 真的欸 真的欸 妳真的是 一分鐘都不能到 這個算是 對 這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未來美氣墊霜 未來美的那個順白氣墊霜 我跟你說真的超好用 真的假的 如果你喜歡尾素顏的人 對 我剛才人生有多少時刻需要尾素顏 而且我跟你講 記得妳是生兒子對不對 對啊 記得等妳兒子 教女朋友一定要跟他說 教女朋友前 一定要先看他素顏的樣子 對 我告訴妳 這是真的 真的 我老公就是看過素顏 才決定要娶我 哈哈哈哈哈哈 少說笑 因為老師都笑了 欸真的啦 等一下我要 我真的一定要示範給大家看 好 那既然老師 妳這麼推這個 那我們就直接拿去外面使用 我們直接要試用是不是 對 我們直接到外面試用 那我直接就 我直接帶出去了 好 借我們可以嗎 可以可以 那那一個霜是什麼 這一個是他們的輕乳霜 這一瓶我之前直播他們家的時候也有用 對啊 很好用 很好用 很適合現在換季啊 它真的就是輕乳霜 然後不油膩 因為最近就是那個溫度變化實在太大了 我跟你講真的 保持這事情很容易出油然後就長痘痘 對 欸我居然蘋果肌長個痘痘欸 對啊 因為我那個結束 我們也是那個結束 可以長個痘痘痘 是來之前 很奇怪 好 那我們來美美的客廳 而且等一下我告訴你這一瓶 嗯 其他工作人員去哪裡 對啊 怎麼都沒 我想出來怎麼都沒人了 下班的時候 難道我家有什麼密道 你看 你看他們在這裡 你看 他們在玩蘿蔔燉 對啊 欸我要坐哪裡啊 嗯 我這裡 好啊 那我跟妳換一下位置 對 好 那 因為老師現在已經完妝了 那我們就想說 不要說我們每次都說好 好不好 我們今天也是 直接叫那一群 那一群工作人員 而且我告訴你 隨便點一個 我特別一定要點我助理 為什麼 妳很愛抓助理來示範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我助理的皮膚 它就是很泛紅敏感 所以還有再讓它有黑眼圈 再加上它皮膚很白 我跟你講喔 就是很多人在這個時節 特別容易敏感過敏 然後就會不知道要選什麼產品 對 對 真的滿重要的 尤其是我跟妳 如果說妳的皮膚已經敏感了 妳又用很厚的底妝 試圖想要去遮掩它的時候 妳會發現妳的過敏情況會更嚴重 真的耶 我告訴你這是真的 我覺得反而妳就是挑對產品 然後用對那個產品就是比較好 而且我問妳喔 我問妳 妳知不知道妳要畫出一個 漂亮的尾素顏 需要幾個步驟 妳覺得 妳覺得需要幾個步驟 我覺得應該要五到六個 我今天只要一個就可以搞定 真的假的 真的 妳看一看我穿得這麼公主 可是我卻還是這麼豪邁 我突然 對啊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看 我發現到 什麼意思呢 對 我就是 我就是留 我就是沒有辦法指住我骨子裡的 那種帥氣感 對啊 對 男人 我媽先請哪一位 等一下 我先找一個 我覺得有點暗沉的 好 好追喔 對 我覺得它有點暗沉 他們全部都把臉疊過去 我們今天就示範一個健康膚色的 然後一個是皮膚比較白的 好 我覺得這樣最準 對 因為它 因為這個 這一瓶七天蔥它沒有分色號 它沒有分色號 它只有一個色號 可是我告訴妳它很厲害的是 就算你皮膚 像我自己是健康皮膚喔 對 我的膚色其實滿深的喔 我用這一瓶不死白 不泛白 不假白 這麼厲害 不假白吧 好啦 那我們先請那個比較暗沉的先進來 比較暗沉的先來 好 來來來 工作人員 而且它臉上還有斑點耶 我們是要站著是不是 坐著嗎 坐著嗎 比較輕鬆嘛 對啊 泡杯茶 對 老師坐著可以嗎 老師可以嗎 我可以啊 可以 你轉鏡頭就好了 你轉鏡頭就好 大家要不要先看一下它的皮膚狀況 其實有一點慢一點 你說 然後有一點慢 因為我這個人我不善於拼拼別人 所以 所以你幫她看一下它的皮膚狀況 對 好啦 我發現它有一點膚色不均 還有呢 所以沒有辦法達到尾素顏 可是我 可是我跟妳講 它有一個問題 你笑一下 好 你整個笑開 來來 鏡頭照一下 鏡頭照一下 有沒有發現 雖然妳應該滿年輕的吧 妳應該 二十幾 妳應該二十幾而已 可是妳看看它的魚尾紋 真的耶 我跟妳 我跟妳講 通常像這種有紋 妳不要想說 我現在介紹的這個 素顏霜它可能是 這種氣墊霜它可能是只能 否 對 皮膚很好的人 或是很年輕的人才能用 我跟妳講 如果妳臉上皺紋很多的人 妳更要用像這種產品 而且保濕力夠 妳反而妳用越多的粉底 遮瑕力很好的底妝 或是遮瑕膏 都讓妳說 都讓妳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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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老師 妳是老師為什麼 因為粉底裡面的粉體 會讓妳的紋路陷得更深 對啊 所以妳發現很愛在很暗 又遮瑕膏遮黑眼圈的女生 妳會發現 我剛才一到下午超可怕 色差 皺紋 紋路一到 而且本來妳可能只有兩條皺紋 化完妝到下午可能變八條 變八條 變八條 我剛才真的不誇張 他就要黑眼圈 妳看到這裡了 我跟妳講 妳用這一瓶 他連黑眼圈 他都可以提亮 都可以修飾掉 變了 這是重點 變了 而且我告訴妳 其實我 怎麼樣 因為那一家 就是那個牌子 他已經測跪了 對他如果 他如果還在 我是不能去做這樣比較 但是因為他已經測跪 所以就沒差嘛 就是我之前很安憂 Juice Dewar有一瓶試底乳 大家都知道吧 大家都知道吧 我知道你們很常拿出來 那一瓶 我剛才那一瓶很厲害 可是我跟你說 因為那個已經測跪 然後很多人問我說 那有什麼可以替代的 我剛才就是他們家這一瓶 哦 那我們趕快來找大家 一樣厲害 因為它長得跟一般 我們看到的素顏霜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 它有一個好處是 它這個 它是面板型的 所以它不像我們 你可能會有污染的問題 你平常氣氈它會有污染問題 如果你皮膚狀況不好的人 可能就很容易會乾了 越拍越髒 對 或長痘痘 但是它這個我覺得 它真的就是很方便 就是這樣擠出來 哦 所以用量就是自己 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它 它擠出來 那你可以用手去沾 或者是你可以用刷子 用刷子 你可以用刷子去沾 在刷蛋上面也可以 看你習慣都行 或是用美妝蛋 美妝蛋也可以 你要這樣子去沾 都可以 反正就是不會碰到你的手 好 對 我剛才這一個真的 站起來幹嘛 對啊 因為我好像沒有辦法側身幫他畫 好 我跟你說這一瓶它已經 不是神奇了 等一下我塗完以後 它是離奇 離奇 它是離奇 好 很簡單 你塗的時候 不用點五點 就是隨便塗一塗 隨便塗一塗 而且我跟你講 其實我那時候 第一次用這一瓶的時候 其實它的質地 是稍微比較稠一點點的 對 它質地稍微比較稠一點點 我塗上去 所以我第一次塗上去我想說 完了 這塗在我臉上一定會很白 我一定會白跟鬼一樣 後來我把它畫開來之後 你畫開來之後 你會發現它保濕度很好 而且重點是 你會覺得那個皮膚很像是 從里程透出來的光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我看是我最準 因為我皮膚就是暗沉 你比較黑一點 我比較 繼續啊 Sorry 繼續說啊 沒有 好啦然後呢 我跟你講你雖然塗上去 那時候是覺得它是比較稠的質地 可不然你塗在水 你塗在臉上 你會有點化開來 變水感的感覺 真的耶 它是有點水感的感覺 而且我跟你講你在塗的時候 因為它裡面 它跟粉底不一樣 它不會說你塗很多 它會變得很厚 對 或者是說它有粉痕什麼 粉痕 然後紋路線很 紋路整個都跑出來 完全不會 好 哇塞 你可以這樣去塗它 那如果說你有時間的話 你當然可以用手 慢慢把它推開 但是我建議大家 大家應該都很懶嘛 對 就是你知道跟我一樣 我每天早上真的就是 都睡到壓線 趕快跟 大家 老師在拍的時候 我們先直播 就分享出去 然後留言好不好 欸對 拜託 對啊 因為我們今天要送的就是這一瓶 我們有沒有要問大家問題啊 我們今天是本來沒有設定啊 還是你要設定一下問題 我跟你說 欸你知道我每次畫完這一瓶 我都有一種感你知道嗎 就是素顏的時候大老婆 用完這一瓶變小老婆 變小老婆 真的 那個皮膚真的會 對啊 就是 我不是說它白到發 它是一種很自然的 透出來的 對 透出來的白 好 有沒有你可以塗在正中央的地方 OK耶 對 像我都是塗在正中央的地方 然後用海綿把它推開 喔 自己塗的時候 而且它真的瞬間有一種變成那種 你知道 千金小姐的那種皮膚 你看老師現在就是整個用量 就直接狗在它臉上 可是 我跟你講它完全不會油 對啊 它完全不會油 可是它還是有它的保濕度跟潤度 而且我跟你講等一下我會示範我助理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成分叫做積雪草 所以它其實可以讓皮膚做到一個 修護跟一個舒緩的一個效果 喔 這個很重要 對 好 你要幫它推整臉還是半臉 我幫它推半臉 好 我們要做一下那個嗎 比較對不對 對 要做一下比較 輕輕的把它推開就好了 真的 它非常好推 它整個就融到肌膚裡面了耶 對 好 往上看 可是它卻非常的那個很符合它的氣色 而且我跟你講如果 我發現台灣大部分的女生都有 黑眼圈的問題 如果你有黑眼圈的問題 其實我真的 其實我在工作 我很少幾乎不幫人家用遮瑕膏遮黑眼圈 我都是先用 像這種產品 你可以先去做個打底 先去做個打底 其實你黑眼圈已經提亮之後 其實你的遮瑕膏 即便你要用 亮也不需要太多 對 這樣子脫妝的時候才不會吐實 對 尤其是我跟你說 這一瓶它很厲害的是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 顏值不是很高的人 再加上皮膚狀況 真的比較不好的人 你真的 要用 你真的要用 而且如果即便你皮膚狀況不好 你要 之後要用粉底 你可以先用這一瓶先打底 好 先讓你的膚質跟膚色都變好之後 你的粉底用量可以減少 甚至你可能不需要用它 對啊 因為許妙如問說有分色號嗎 沒有分色號 沒有分色號 所以你看喔 像這瓶其實皮膚白的人能用 當然是絕對沒問題 可是像我皮膚是比較健康的 你會發現塗在我臉上 我該就是說 我不會死白假白跟不會泛白 真的 哇塞 而且其實老師雖然是在講話 我們要扣掉講話的時間 其實他推超快的 其實很快啊 超快的 那雖然我畫真的很多 對啦 對 好啦 我們想說其實這樣好了嗎 這樣就好了咧 好啦 然後下巴有一點 而且我告訴你 我沒有推 對不起 對 沒有看到 對 我沒看到 因為我平常化妝都會看鏡子 對 欸 要死了 你笑一下 笑一下 你看它 差很多耶 而且它 我跟你講 它的皮膚 因為它皮膚比較乾 所以它剛剛有沒有發現 眼睛周圍的那個紋路很多 這瓶裡面有那個玻尿酸 保濕 然後還有熊果素 跟美白酒生態 所以它其實可以消除你的暗沉 消除暗沉效果非常好 重點是它裡面有個韓國的 紅光遮瑕粒子 你知道這是幹嘛的啊 紅光就是彩虹的那個紅 對 彩虹的那個紅 那個東西主要就是 可以讓你的皮膚有一個折色 有一個反色效果 對 對 它可以利用光線摺射掉 你皮膚上面的瑕疵 跟不完美的地方 對啊 欸 你這樣弄起來 我覺得你很像過這樣的孫義貞欸 欸 我跟你說 欸 我跟你講 欸 我這樣 欸 你知道我這樣看它 你就這樣看它 我們不要去做比較的時候 你根本看不出來它有化妝 對 而且我告訴你 你知不知道人生有多少時刻 是需要尾素顏的時候 真的 遛狗 遛狗 倒垃圾 還有我告訴你 我們家樓下的管理員 都知道 領包裹的時候 都知道我是誰 真的喔 對 因為他們都有看過我直播 所以你知道 你知道我沒有化妝的時候 我是絕對不可能下去領包裹 真的 所以我如果要下去 真我要下去的話 我會塗一些 對啊 一定要 在臉上 真的 還有健身房 而且 健身房 誰想素顏去健身房啊 對啊 一定還是要看起來漂漂亮亮 而且誰知道 會不會在那邊遇到你的真命天體 對啊 真的 那它還有防曬系數嗎 你在真的什麼 它有防曬系數 SPF50 對 所以它足30 30 30 對不起 30 30 它的SPF有30 PA有兩個加 然後再加上 我剛才 反正這一瓶 它同時具備有四個作用 第一個 防曬 防曬 所以我剛才多懶 懶到你連防曬都不用塗了 防曬 然後它有潤色效果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你看 有沒有 還有保濕 保濕不用說 我告訴你 台灣女生幾乎每個人都有 皮膚缺水的困擾 然後再來最重要是 順白 對 你看它立刻提亮 真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白不是那種 紫白 不是粉底的那種紫白 它是一種 自然的一種 透光感 就是剛剛那個透光感 就是那種 就是會有那種光澤 對 那種透光感 我覺得很漂亮 真的 而且 我來 我告訴你 你看 攝影師你給我好好拍 你看它的眼下 你看它的眼下 你有沒有發現 我都沒有用到遮瑕膏 我也沒有用到粉底 對 我不過就是用了未來美 他們家的這瓶氣墊霜 對啊 你看它的眼下就提亮了 而且 陳巧敏問說會不會黏黏的 來 要試嗎 來試 直接拿稀油麵子是不是 用稀油麵子嗎 好大 來 先給我衛生紙好不好 先給我那一盒衛生紙先 好 對 因為太醜了我們把衛生紙收起來 對 沒有 我衛生紙還滿漂亮的 真的喔 好啦 但我 但我就是盡量把一些生活感的東西 就是盡量不要出現 卸起來 你看有多漂亮 沒有啦 還好啦 欸你幹嘛鬼鬼祟祟祟的 幹嘛 民俗風欸 對啊 也是滿漂亮的啦 對 好啦 先用衛生紙吃吃看 對 會不會黏黏的 你要打他巴掌是不是 好緊張喔 我跟你講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 哇 完全塗上去 像 哇 好像很多的蜜粉 不可能 因為它沒有 粉體沒有那麼重 因為那樣子就沒有保濕度了 對 所以它其實以它現在這樣 觸感是剛剛好 而且我看真的不黏 我們也不要衛生紙了好不好 我們也不要衛生紙了好不好 你這邊摸起來那裡粗粗啊 我們直接 我們直接 欸 你看 不油欸 不油欸 很強大欸 真的不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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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跟你講 以它的皮膚來說 你在選擇像這樣的產品的時候 裡面有沒有保濕度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關鍵 因為我跟你講 很多女生 一整天下來 你不要說底妝什麼脫妝啊 暗沉啊 浮粉 我跟你講還有一個問題 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就是皮膚會看起來很乾很缺水 對啊 我剛剛沒有認真摸它的臉 它這邊衝衝 欸 它裡面真的 我現在這樣這樣 它真的有 我覺得那個韓國的那個紅光栗子 真的很厲害欸 很厲害欸 我就說它變孫逸針啊 可是它 可是它皮膚現在亮不是因為那個珠光感喔 不是這些東西 不是不是珠光感 它是一種很自然的一種 光澤感 就是光澤感 對 光澤感 既然它是比較 欸 真的有孫逸針的感覺 對啊 我就說它很正欸 氣質欸 對啊 對啊 我看它我看看 剛剛因為它是比較暗沉的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紅光栗子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它利用反射的效果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臉上的光澤出來了 瑕疵 它會弱化掉 對 瑕疵會弱化掉 你看它的那個黑眼圈 而且你看它的斑點 其實看起來沒有那麼明顯了 對 就是那個暗沉不均的地方 膚色不均的地方 欸 真的差很多 欸 我跟你講 我現在真的不是在塑效 我真的差很多 對啊 真的差很多 而且是 而且好漂亮 而且它皮膚看起來好高級 而且重點是 你又發現它臉上有個亮點 對 有亮點出現了 而且我跟你講 你臉上真的有一點光澤之後 其實皮膚會看起來很立體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啊 但它眼睛感覺 有一種變大的感覺 因為暗沉消除了 乾淨 那個乾淨的感覺 對啊 有一種 就是它右邊眼睛比較大 對 會凸顯那個五官 對啊 欸 要不要來示範一下我助理 對啊 我們換一個 欸 真的很漂亮 而且你看 而且你看 你看它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因為 因為 因為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平常化妝 我都是直接 幫大家就是直接 幫模特直接這樣塗開 你沒有看兩邊 我比較不會看 前後跟前後 可是你看它現在連上眼皮 對 我不需要用到遮瑕膏 我不需要用粉底 它的上眼皮暗沉就消除掉 對啊 而且 來 你可以先 你可以先找 幫我講 我跟你講 來來來 來來來 我告訴你 你知道化底妝最重要是什麼嗎 是什麼 很多人都以為拿粉底全部蓋掉對不對 我告訴你錯 我跟你講 去黃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你會發現 為什麼它兩邊差很多 因為它去黃 去黃以後皮膚看起來變得比較輕盈 對 比較有穿透力 對 穿透力 比較有穿透 皮膚就是要有穿透力啊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黃皮 黃腫人就是你知道 皮膚就是會看起來比較厚重 會比較沉重 比較 沒氣色 比較沒有氣色的感覺 對 這一瓶消除蠟黃很厲害 我覺得這一集我自己主持就好了 對 我想說它一直在想我半吹 不是因為我自己真的是 很會 不是因為真的太有感覺了 不是但你剛剛不是也說 你這瓶很好用嗎 對啊 你剛剛想說人家很乾的人想要試一下 結果你知道 不是因為我剛才太興奮了 我太high了 我就是想要讓大家見證一下 我就說它不是神奇 它是零奇 真的是零奇 好來 你來說一下皮膚狀況 我來看一下 你有點痘痘耶 長在鼻翼的地方 而且它毛孔蠻多的 對 你是不是都亂擠 它沒有亂擠 我覺得騎摩托車就是會這樣 而且你臉好乾 而且我跟你講 超乾 台灣大部分女生都騎摩托車 反正騎摩托車騎久了以後 毛孔會變很大 再加上如果你又是化比較濃妝的時候 你如果又是常常粉底啊 有沒有粉餅這樣去阻塞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毛孔會變更大 所以盡量底妝越輕盈越好 越簡單越好 對 越輕盈越好 等一下皮膚真的太乾 對 我先幫它塗一些方 對 輕乳霜 我跟你講這一瓶也是很妙 我覺得它們家的東西就是很妙 對啊 就是你看它明明是稠的喔 可是我告訴你 你塗上去以後 我來試試看 它是化成水耶 它是化成水的感覺 這瓶很好 這瓶我已經用完了 對 它 它的質地很妙啊 但是化開之後變水 我告訴你 這種東西我剛才還是 你沒用過 你說不出來的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因為老師自己愛用的東西 每一樣都會自己先用過之後 好 你幫我說 我真的已經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對啊 因為真的太好用 你看它 來 你看一下 哇 它立刻化成水喔 對啊 對啊 很好 而且它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我喜歡沒有味道的 對 敏感肌的人絕對是可以放心 而且你就發現它的皮膚就是比較容易泛紅 對 我最近就是也深受循麻疹之苦 所以我最近很多保養品 然後擦在身上的地方 我都很小心 可是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 應該會不會怎麼樣 對 我跟你講喔 對 我是百毒不清 我是塗什麼保養品我都不會過敏 可是我只要用到底妝 不對的東西 不管是素顏霜 什麼氣墊粉底 我只要不對 我剛才 長痘痘 長痘痘 粉刺 還有我化妝就變得很不服貼 可是其實我 對保養品是完全不會有任何過敏性 可是我就是對裁妝品 很有感覺 所以啊 如果我們就是每天早上起來 然後我們洗完臉之後 就可以直接擦這個清乳霜 當然你前面可以先擦化妝水乳液啊 這些東西都可以 然後我們就再直接上氣墊 對 直接再 我們的氣墊霜 氣墊霜 對 好 來囉 你看 要不要先照一下她的皮膚 有沒有 我們先讓她皮膚有保濕力 有保濕 我告訴你 不管你是 不管我們今天有沒有化妝啦 保濕一定都是最重要的 對 一定要的 對 因為有很多台灣女生 她們都是外油內乾 你看多方便 真的一壓上去就好 你要用刷子也行 用手也行 我們剛才用手嘛 我們現在用刷子 好 先沾一點點 直接塗 對 你就直接在上面沾就好 因為它就是個面板 所以它也不會感染 對 它也不會再倒回去 對 不會 你可以稍微等它這個吸收之後 而且我跟你講它這一瓶清乳霜 它很厲害的是 它不會去影響你的底妝 有的乳霜你抹上去之後 會 它會讓你的那個粉底會結塊 會吃不進去 然後會脫屑 對 屑屑什麼的 對 這一瓶不會 好 你看你會發現我在塗的時候 我都是從大面積先塗 對 先從大面積 而且你都是從中間開始往外 對 一定是 一定是 為什麼 因為它會讓你有順白的效果 所以我們一定是由內往外化 好 除非它今天是讓你順黑的話 你就可以由外往內 OK 但應該不會有這種產品 對 除非你是在那個修容啦 修容就是往內 對 對耶 這樣被老師整理出來 就是一個方向是這樣子的 對 那像我自己的話 因為我膚色比較健康 所以我通常在上 我不會全臉上 我都是上在 我們臉會分兩區嘛 蛋黃區跟蛋白區的地方 對 所以通常蛋白區的地方 不需要去 對 我們蛋黃區的地方 才需要去做提亮 好 所以我都會上正中間 我聽老師說過很多次了 對 老師就是 這樣子可以省 替大家省了很多那個彩妝品 欸 我跟你講真的啊 對啊 畢竟大家賺錢都不容易 是不是 尤其現在你知道 很多工作都被 看掉了 現在真的 我跟你講它用刷子上也超好畫開 對啊 一般我很少用刷子上底妝 是因為我覺得我很容易 怕有那個粉感跟那個底痕 不會 它不是粉底 所以它不會有粉紅這個東西 而且它超級 就像是那個粉那個 海綿一樣這樣 對 如果你真的是 毛孔很大的人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用刷子 不管是在上這樣的產品 或是在上粉底的時候 都可以用刷子 因為它可以去簽品你的毛孔 但我覺得這一瓶它很厲害的是 它其實 你會發現 你畫完以後 毛孔變得不明顯了 真的假的 為什麼 因為你會發現你臉一提亮之後 其實臉上的瑕疵 它其實就會弱化掉 而且因為我們裡面有 韓國的紅光遮瑕例子 所以它其實會折射掉的 都不用再用遮瑕品 不用再用遮瑕 不需要 而且你看 它一下 重點是它很服貼 對啊 它不會像有的防曬 或者是有的素顏霜 你塗上去你會覺得那個 好像是白粉塗在上面 記得 大家只要用完 不管是任何底妝產品 我都建議你用一個 海綿或美妝蛋 稍微去整理一下 細部的地方 有時候有沒有眼角 鼻勾 嘴角 這些地方都還是稍微去讓它整理一下 這樣子才會是細緻 好不好 對 而且它臉上其實有很多那個 Baby hair 對 有一些 所以有時候會讓你底的底妝不服貼 所以這時候你塗粉底會更慘 對 如果你是比較黑眼圈比較重的人 你可以塗完之後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稍微加強 喔 我剛才塗的時候不是亂塗喔 你要塗在 黑眼圈跟眼下倒三角區 這一塊的交界 蛤 交界 交界這一塊 就是這一塊 就是最黑跟你那個 最白的地方 對 交界這個地方 稍微再去加強一下 好 它其實提亮感就非常好 不是靠近 不是靠近眼線的那個地方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今天是要用遮瑕膏 也是塗在這個位置 很多人塗遮瑕膏 都是直接 一狗上來之後 直接帶到太陽穴 對 對 這是錯誤的 所以你會發現你們等一下笑的時候 一大堆皺紋 一大堆細紋 尤其是如果你是臥腸很明顯的女生 你會有肌肉的牽扯 你知道嗎 會有肌肉的拉扯會更明顯 好 一樣用海綿 輕輕的把它推均勻 好厲害喔 可是你看喔 我現在幫它塗 其實它有點塞 它以前更白 它以前更白 所以你看我在塗的時候 我就是塗它的蛋黃區 然後慢慢的延伸過來 你會發現它轉過來 不會跟它的脖子有任何的色差 對耶 嗯 我自己在塗的時候也是這樣塗 因為我膚色深嘛 所以其實這順白的效果 不會讓我 就是一塗上去 好像戴一個面具一樣 對啊 不會耶 對 我看一下 不好意思我出鏡一下 因為它這麼白喔 因為它這麼白喔 可是它反而塗上去之後 它看起來是有氣色 然後跟沒有毛孔 你看一下它的眼下 我看一下 對 差很多喔 通常我在試一個 底妝產品的時候 我都會先看眼下的部分 對 對 而且你看 我真的覺得這一瓶 再加這一瓶效果超好耶 超級好耶 你看它現在笑起來 沒有吃不知道 你看它看起來是有種水光 對啊 是水光 水光 可是我看很多人打出來的底妝 說是水光 其實是油光 對 對 它的是水光 對 好厲害喔 對 而且我跟你講它裡面有個積雪槽 超適合你的 很適合就是敏感肌 因為它就是可以做到修護 然後舒緩的效果 舒緩 舒緩很重要 當你有一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不適合上任何的底妝 這件事情 對 但是因為氣墊霜呢 因為它裡面有保養成分 保養成分 又要有氣色的時候就可以選擇 而且它很輕薄啊 對 對它很輕薄 對啊 在這種不冷不熱的天氣的時候 最適合用它了 對 真的 所以我們什麼 要問問題嗎 我要送大家東西我要怎麼送 我要怎麼送 還是你直接Cue大家 我Cue大家什麼 就是 哪一個講話你覺得比較順眼的 你幫我選啦 你又要 大家還沒猜我家的那個 後揚台在哪裡 對耶 對啊 大家覺得在哪裡 可是我跟你講喔 其實那個後揚台就是我以後要躲在用的 以後如果在主來找我的話 那你告訴大家 沒有 可是我如果現在公開了 那如果以後在主不就馬上知道我躲在哪裡了 對啊 那還不好啦 那我選好了 好 好 你選 這樣子人家會說我 就是你知道 按卡咩 你選你選 那你必 隨便你不要看誰 好 我不要 你們都有分享喔 我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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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真的沒看喔 他點哪裡 去哪 去哪 好 欸 欸 你點到小編了 小編 欸 我們真的很老實喔 小編不算喔 對 好 好 有了有了 黃玉昕 黃玉昕也是我的頭號粉絲喔 恭喜你 恭喜你 黃玉昕小姐 好的 你獲得了我們未來的氣墊霜 好 那另外一瓶 另外一瓶我們就留給小編抽好不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對 好 我們今天謝謝老師也謝謝老師的助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下次再玩喔 掰掰 掰掰